齊回來落頭半天 大隊半天 開心平均直送 回頭變尖 隨見書或快樂少少 踏進家裡一秒開始 能回家 修養心花開片 在你兩邊 與你每天 家中啞色混亂 從來都不決 全力去到你比遠處 若你出發可不一天 能回家可找到美麗 是樂圈始終家裡最溫暖 啤啤, 看這邊 這邊, 縮手吧, 拍到她的手 收拾好一點 夠了 你們倆的東西又帶啤啤去剪毛 又給你漂亮的衣服穿 是真的, 搞這麼多大龍鳳幹什麼 你們想帶啤啤去參賽嗎? 不, 我們要帶啤啤尋找愛情 啤啤要尋找什麼愛情? 這樣就要由這本 露小小的最新作品 立即我愛過的人說起了 太好了 今天他來了倒大宣傳 等等, 這本是小說嗎? 這麼像我拍的那些小毛寫真的嗎? 叔哥, 人家是新一代文青女神 來賣字不賣肉的 賣字嗎?整本書合起來都不可以 是 對, 這就是圖文並茂 好啊 這本書寫的都是他自身的愛情經歷 其中有一篇《佳招情人》 是廣Sir, 小小他為他的狗小裸 貼佳招去找對象 誰知就跟他應徵的狗主 展開了一段疑幻疑的浪漫情緣 什麼意思?他自己借一隻狗來找對象 當然不是, 整件事很夢幻 那男生肯定是前世為過捐他 今世才能跟他這麼清純的女生在一起 不過我想他還是捐得不夠 因為始終這段感情 當然無責而終 不過不要緊 女神又想幫小樓找對象 明天簽書會呢?他會公開照顧 你已經有Bonnie了 你還跟寶寶搞什麼配對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姑姑, 我要澄清 明天翻, 我對盧小小 單純是用一種欣賞的角度去看他 豬鈴鈴, 你想借啤啤來找女神? 不…對小小一見鍾情的那個是阿John 他明天打算抱著啤啤的簽書會 我和安仔也是幫忙而已 幫忙而已 幫忙而已 慢著, 明天大家也有簽書會 小小想打對台嗎? 不…小小他不是打對台 他剛才強勢加盟了老公的出版社 你和媽媽同門趕著上去 對了, 媽媽 你是不是可以幫忙 叫小小他選阿壯? 我才不會做一些無聊的事 媽媽… 彈開 這件事哪算無聊 這個活動是帶給全城的獨男 一個希望的 好心點, 用心點寫書 弄好這些兼明的東西 就是騙獨男買水的銷量而已 媽媽, 你是不是妒忌? 銷量比你好 你不是騙獨男嗎?你練皮 不知道小小多善待 好, 你們有甚麼要加一點 是馬克蘭道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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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我有些同學都是你孫子 我需要輕輕提提他們 你們今天有簽書 不用做這些無聊的事 媽咪 靖姐 媽咪, 你人比花嬌 我喜歡新書大賣, 你看 媽咪, 收了她 知道 你好, 媽咪 你們今天也來撐師傅嗎? 老小來了 靖姐 靖… 靖… 靖, 靖, 靖 小小 你好, 你好 你們三個一定是善姐支持者 不對, 我們是你的支持者 安仔就是善姐的兒子 對, 她是我媽媽而已 她很可愛 你就是那隻狗 你們三個這麼面善? 我們就是昨天在島大 你們是島大學生 謝謝你們來我新書宣傳活動 我們也是島大的, 我叫書宣傳活動 人稱島大古天南的頭皮 我們是島大面油 對不起… 不如你們先去排隊吧 排隊… 排隊… 我們是四個兒子 我們來幫忙看小廠 還有一點工資 謝謝大家今天來捧我牆 我收到很多信了 我代表小廠多謝大家對他的關心 來呀… 拆信… 拆信? 這麼急的客人幫狗配組 寫好書宣 小廠多謝大家, 小心點, 你屋裡的狗 紅手寫在那裡偷笑 這個時候還笑得出, 牠是冷血的 我記得他之前在電台宣傳新書的時候 說過小小的書, 多上個字 他還說過小小利用小狗去配種 是博宣傳 難道牠不值得小小? 對, 來,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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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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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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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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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每個人都在問恐嚇信件事 簽書已經腰斬了, 記者怎麼會知道 現場有很多支持者拍了照 放那張恐嚇信上網 每個人都說是師父寄封恐嚇信給小小 阿善, 你是不是生氣我 最近放了很多資源在小小身上 所以… 你別告訴我你跟獨立一樣 覺得那封恐嚇信是餓死的 小小在辦公室的桌子 是我跟他簽約的時候答應給他 我何時說要放一張神桌在辦公室 我從來都不在出版社寫稿 老何, 我相信善姐 她絕對不會做這種事 根據我說最好就是報警 報警這麼嚴重? 小小現在被人恐嚇 為何我不用報警? 你不怕? 其實搞得這件事對出版社沒有好處 況且我覺得應該都是 瘋狂粉絲想引我注意而已 知道, 現在所有粉絲都覺得 是我寫一封恐嚇信給你 如果不報警的話 怎麼還我一個清白? 不如我在網上澄清整件事不關你的事 當事人現在不追究 那我大事發小了 怎麼了?一頓飯一個二個眼睛看著我 發生什麼事? 你現在被網民追擊得很重要 然後呢? 他們說你黑心, 說你眼紅眼露一點 然後又恐嚇他們, 他們要罷賣你的書 大妹當然是青者二兄 所以才這麼鎮定 也會爸爸最清楚我 早總, 是呀, 明天有景? 阿炳, 我現在和你認識你 我也相信姐姐是清白的 你們真的這麼想嗎?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媽媽真的恐嚇過那個怒一點? 或者你們看完這段影片 再自己去行論吧 打下腹皮, 夠膽過來 以下是來自網民 媽媽打老虎的腹皮 說是洪相… 是善姐在電台訪問 說自己那本新書付出了腦力 是老的腦子, 不是用寫真搭舊 她明寸你沒有腦子 我小時候就看善姐的書 她是前輩, 她說的話我一定會聽 下本書會繼續努力 之後是六顆腹肌 老一點真的很可愛 書這麼賣得 去到新出把射即時變一傘 這個不是腹皮, 先謝謝你 我哪是一傘? 善姐無論在年紀上 經驗上還是寫作功力 都比很多班高, 她才是一傘 這個人真不懂得死字寫的 微仙, 她…她不是在稱讚大妹嗎? 當然不是, 爸爸 她每句都在說, 姐姐比她老了 你真是甚麼 你看她的樣子 這麼天真無邪, 這麼可愛 肯定你入世未深才說錯話 姐姐 我不覺得大家姐會這麼想 她不會因為這樣寫恐嚇信了吧 是… 公公, 你應該不知道 陳師奶奶兩個星期前的遭遇 媽咪, 陳師奶奶好像很辛苦 不如來幫幫她吧 紅生的年紀和我差不多 不用幫了 神經病, 完全不明白為何她這麼說 媽咪, 你踩到我的腳 還是不是專程說? 小姐… 對不起, 陳師奶奶奶 她叫你得罪媽咪嗎? 媽咪到底是罰我, 別這麼罰她 那些照片是媽咪她逼我哭的 那若然陳師奶奶受到刺激 發生了甚麼事, 你還沒幫兇? 有仇必保紅相仙 不是浪得拒命的 小姐, 冷靜一點 陳師奶這樣說一句 就被她這樣玩 沒辦法, 現在她老小小 她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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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不是很想捏死她嗎? 很有道理 小小小真可憐 一個不怪就得罪女魔頭 遲到女魔頭可能還會行動升級 陳安, 你真的不能這樣想 其實姐姐為人很大量 這樣說媽媽真的很不孝, 知道嗎? 我認識的大姐姐就不會這麼做 手指咬出不咬入, 你真壞蛋 剛才你們不是這麼說的 我們剛才也是這麼說 剛才也是這麼說 其實想清楚一點 我真的覺得老小小的說話很過分 正常人生氣得很合理 我說我真的衝了去打他 媽媽, 這麼巧? 我完全無法連累你 你說什麼都沒用 那個老小小的書這麼賣得 不就是世間上有很多你這麼慘的男生 你們覺得他天生無邪, 可愛無機身嗎? 我現在清清楚楚都告訴你們 魔紅手先, 不屑於做這些事 風恐嚇信, 不是我寫的 阿寶… 阿祖 媽媽 師父,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你這麼緊張安仔對你的看法 那隻粉青安蠢不是第一天的事 我才不介意她怎麼看 但我擔心你, 她這麼迷暖這個路一點 你真的不介意? 這種女神, 她連中都換不少了 哪能介意這麼多? 我知道她只喜歡我一個就行了 女神, 她只不過是一個 長得好一點的基心女 這個單捧下信 明明明是賊欠足賊 但她在老可面前力保你 那你可否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說報警的時候 她又不報呢? 她會不會是身有事? 她搞這麼大的事來誣你, 說什麼? 更何況她最近這麼紅 我和我的書有賣得多於你 要的書買得好, 最重要是宣傳 你這樣冤枉我 明明是最好的宣傳 又可以踩下我, 又可以抬高她自己 還熟到交換電話 喂, 雪小 Bonnie? 善姐現在心情如何? 她沒事, 挺好, 幹什麼? 我在網上已經澄清了恐嚇信件事 不關她的事 但是網民不信, 說要背過她 整件事是這麼發酵 我累到她, 怎麼算好? 師父, 有什麼大場面沒見過? 你放心吧 對了, 我正在忙, 我再跟你說 再見 再見 師父, 你們看見了, 哭了嘴 你這次應該真是怪錯人了 你會不會太天真? 方塞塞塞, 還不是身有事嗎? 她的反應有點不正常 小小小, 你找老可, 她不在 我知道你們在等老可回來開會 我是特意來找你們的 其實我有事想請教善姐 說來聽聽 善姐, 最近帶了這麼多麻煩給你 真的很對不起 其實我真的不想再煩你 不過我突然收到這封信 我真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算好 先是來恐嚇信 再來就是這些奇奇怪怪 意義不明的信 你推理這麼厲害 你知不知道寄信給我的寄人 到底有什麼目的? 難道他知道是你寫的? 你不怕我害你嗎? 大家都說得像一像一像 我不相信 我從小看你的書看得很大 我知道你一定不使用這種方法搞我 小小, 你好這個解師父 善姐, 你是我偶像 我是因為你, 所以才入行 不用買口罰 我知道我這麼說 你一定會覺得我很假 但我是真心的 正義定必來來, 只要心懷才行 這句是你小說主角的獨白 就是因為這句話 才令我熬過被欺凌的童年 試問寫得出這句對白的人 又怎會做偷雞無狗的事呢? 豬太, 你相信我沒用 我認為最好就是報警 不行, 恐嚇信這件事 即使我澄清了 那些網民也會有這麼大反應 如果我報警的話 我怕會再搞大件事 到時候打擊你便不好了 善姐, 你推理這麼厲害 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替我查到真相 好啊 替我看了手那句, 看看有什麼古怪 小小的手稿, 他給你的? 當然不是 我看他走了, 拿了回來 我要對比一下 都是簽書會的恐嚇信 和這個手稿的截跡 原來師父你從頭到尾都沒有信過他 的確 他收到這名信的時候的反應 不是我預期的 但這樣只可以告訴我 這個女人的演技和心計 比我想像中更厲害 所以更加不可以打草驚醒 你今天不是這麼明顯的證據 你也看不到吧 那我以後哪有放心 讓偵探小說你寫 這張照片是我下載的 是當天在簽書會的恐嚇信 看到嗎?是用紅色的水筆 所以呢? 這個筆筒, 露小小的桌上 看到有支紅色的水筆嗎? 但是這些紅色的水筆通街也是 請問你記不記得 露小小的桌子全都配色 全都是露燒色的 你看看, 連手稿記錄的東西 都是用粉紅色的 那你覺不覺得 他在他的書桌上 放一支這樣的紅色筆在這裡 很古怪 我給你三秒時間慢慢思想一下 然後, 拜託你快點在手稿裡 找和恐嚇進相同的字 去對比字席 空 真的留在這裡? 我的手稿呢? 友姐, 你有沒有找過那個櫃桶? 我看不見要搭手稿 我不會胡亂找你的櫃桶的 我記得了, 之前上線老師 在你的位置留了一會兒 你有什麼事就找他吧 小小app? 你好, 小小 你是不是善姐的兒子? 有空跟我聊一聊? 當然了 你不會怪我唐突吧? 不會, 我簡直驚喜也來不及了 我知道你善姐的兒子 我記得你又來我簽名會… 小小, 我知道你這個人 其實很純粹很正確的 我怕你得罪了媽媽, 你不知道 其實我來找你, 正正就是想說這件事 你有什麼不妨直接跟我說 其實善姐她覺得恐嚇信的事 是我弄出來冤枉她 不可能, 你怎麼能這樣做? 她還偷了我的櫃桶 她偷你的事這麼過分?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 學我的筆職再做些什麼 但我真的不想弄到她報警 那又千萬不要報警 不要緊的, 我幫你找回一張櫃桶 再幫你勸媽媽不要搞那麼多事 最重要是你打人有大量 你不要跟她追究 幸好媽媽現在在片場開工 你快點找找你搭手工去哪裡 在那裡 不齊了, 我連新書的想法都夾在裡面 是這張嗎? 是 你新書的想法原來就是封好客信的草稿 你寫完封好客信給自己之後 還要留下一份草稿 這麼低級的錯誤你都會犯的? 這張紙不是我的 但是上面的筆跡 這麼像簽書會的封好客信 在這裡找到, 難道真的是善姐寫? 你的轉數也挺快的 不過你不用演戲了 剛才你那部廟的聲音虛反應 已經被我看在眼內了 這就是善姐, 她想冤枉我 安仔, 難道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我當然相信我媽媽 我才會約你上來這裡 然後跟他們一起來撞你 相信你呢, 翻譯了 沒有被你妖女迷惑 當然了, 我媽媽這麼有型 做了, 怎麼會不承認? 風很黑信, 不是我死的 走吧, 爸, 我飽了 看來這件事真的不是媽媽做的 好, 來, 來, 來 你這個人, 口風有沒有轉得慢一點 你媽媽走走才說 媽媽剛才她實打實恥的 說不複她弄路一點點 媽媽都說了這樣, 一定不是她做的 雖然我曾經很無知地怪錯了媽媽 但幸好我馬上浪子回頭 媽媽, 我知道錯了 你不要因為我不相信你不開心 浪子你的頭 你覺得我會因為你不相信我 我認不開心 會啊, 師傅 小小, 我對你實在太失望了 枉我還這麼相信你 為什麼你們做這麼多事來冤枉師傅? 小小, 你真是辜負了 我對你的信任和栽培 還弄得我誤會了阿善 你為什麼要害她? 真是很對不起, 善姐 我只不過是想搞新聞 推高引起和銷量 真是很對不起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 阿善, 她跟公司簽了十幾個月 公司又派了很多資源在她身上, 所以… 就是這樣, 我也會告全大局 我真的沒想過把她拋破 阿善, 但是如果什麼都不做 我又…那氣又不慘 善姐, 你要我做什麼我都會做的 我好像砸到了 預備, 三、二、一… 快點正想你放上網 記得要看犯犯, 欺騙不可原諒 好 已經有萬多人撕拿了一本書了 我真的接受不到 為何他沒有化妝星可以這樣 化妝, 喬妝, 整容, 關癡 我還真心地支持他 說下去騙我,很迷惱 如果我還打算去他的新簽署 現在就沒有幫他 為什麼小小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要敷自己掃眼相? 為什麼? 他騙了這麼久,又不騙不下去 為什麼? 你說我吧,把照片藏起來 我不想見到他 他自殺時會鋪掉掃眼相之 賣相片一夜之間暴擊 你們說他不會被人耍 你不想找他? 賢姐 賢姐 是,賢姐 是 這才是媽媽真正的報仇方法 她再次提醒我 真的千萬不要得罪 有仇必報,空襄仙 你不想把照片藏起來 掉的 好 因為 不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